老板娘 风韵游泽 外表风光 内力心酸的人妻一枚 火某中有一家店叫 麻子面馆 老板王麻子是出了名的周八皮 各种扣门霸道 还常可扣员工工钱 可老板娘却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 但苦逼的是 由于进门十年都没能为老板生个孩子 老板娘夜夜忍受着老板的折磨 为寻找心理平衡 老板娘和伙计李四搞起了外遇 话说 严妮和小沈阳这红配绿的造型 也真是醉了 这天老板娘和波斯人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 波斯人还展示了大炮的威力 谁知道这一炮威力这么大 把巡逻队都给引来了 老板娘插颗打魂好饭招待 这才稳住了抖鸡眼队长 队长的得力助手张三知道老板娘与李四的暧昧关系 却没有说破 而是转身把这个消息卖给了老板 啊 在古代就懂得信心买卖 人才呀 老板急轰轰地赶去桌间 却被老板娘用手枪喝退了 老板气疯了 下重金向张三买老板娘和李四的命 但鸡贼的张三只是随便拿了两件血衣就向老板交差了 张三在从老板手里接过酬金后 还偷来老板娘的手枪 击毙了老板 啊 要不怎么说张三是人才呢 拿了钱还会清理案发现场 栽赃嫁货 一切处理完毕 就差把那两件被老板锁在保险箱里的血衣拿走了 于是张三只能撬保险箱 他这正忙活着有人来了 原来是店员六合七 由于老板可扣了他们的工钱 他俩这是要来偷老板保险箱里的钱呢 这俩人在犯罪道路上还是新手 犹豫了半天干不了活 趁两人不注意张三趁机溜走 另一边老板娘和李四大吵了一架 老板娘一回到面馆就把自己灌醉 倒头大睡 到了半夜心里不安的李四怎么也睡不着 他爬起来琢磨着去给老板解释解释 李四摸进了地下室 发现了被枪杀的老板 可由于他张三的布置 李四误以为是老板娘干的 这会儿松包李四责任心爆发 他决定帮老板娘销毁犯罪现场 于是他摸着黑心惊胆颤的把老板给拖出去 埋了 这时终于下定决心的六合七再次摸进了地下室 偷走了工钱 七心满意足的睡觉了 可是贪心的六又趁黑摸了回去 打开保险箱 谁知刚好碰上了折返回来的张三 张三一不做二不休把六也收拾了 他把钱和血衣都拿走 把罪名扣在了六身上 之后顺手把六也拖去埋了 谁知买完人回来的李四 刚好路过六被买的地方 落下了一个荷包 张三再次返回 发现荷包 以为自己杀人的是败露 杀回面馆 要把李四和老板娘都给灭了 啊 这是杀红眼的节奏啊 李四刚向老板娘表完中心 就被张三给射杀了 老板娘未保命 也未给情人报仇 用最后一颗子弹 了结张三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 就能看到完整吧了